帅气的格里兹曼,格里兹曼非常聪明,一个进球,一个制造对手乌龙,他是决赛绝对的主角之一,全场最佳球员。 在后,格里兹曼说,我不知道我在哪里,我真的很高兴,和姆八派几乎瞬间飞黄腾的不同的是,格里兹曼是一步步走到现在的,他在少年就常见人情冷暖,在成长时一点点在异乡打拼,他在上届世界杯还是那个哭得最凶的法国小孩,但现在,他笑了,格里兹曼点球破门,足弹小王子作为在法国出生的孩子。 每个孩子的启蒙读物,一定少不了小王子,里面有一句名言,生而为人,既要有做梦的勇气,也要有实现梦想的能力。 格里兹曼把这句话的大意纹在了身上,因为他正是这样想,也是这样做的。 2014年世界杯时的他,初出茅庐,哭起来像个孩子,20年前的法国世界杯决赛,法兰西大球场声如海啸, 那一年,C罗刚刚从马德拉岛到里兹本,那一年梅西还在与并魔抗争,那一年年底姆巴佩才刚出生,那一年有个叫格里兹曼的金巴男孩,抱着足球娃娃斜斜地,走到当时法国训练基地的球场上,和小伙伴们一起索要法国英雄们的签名。 齐达内,亨利,迪雷,还有得赏。 有意思的是,20年前法国国家队7号的拥有者,正是如今的教练的上,命运永远是这么奇妙, 在所有人不经意的时候,就悄悄埋下了伏笔,写好了结,去追梦的路永远是充满艰辛。 与无数个足坛立志故事一样,格里兹曼毫无意外地曾被领,大巴里党著名亲戚剧爵,13岁是如今不少妖精出名,走红球探索的时候, 格里兹曼却才收到一张来自皇家社会俱乐部的纸条,就像电影《一球成名》的那个主角一样,从小背景离乡,在一厢俱乐部过得战战兢兢的他,一直给人少年老成的感觉, 生怕做错一点教练就让他卷铺带回家,这也养成了教练说什么,格里兹曼做什么的优秀执行李,皇家社会的球探没有看错, 从西里的西甲,短短数年,格里兹曼曾经紧为了梅西斯罗身后,而他的阳光,他的帅气,他的低调千和,都成为了足坛小王子的加分项, 格里兹曼入选了欧洲联平选的西甲赛季最佳智容,在封线上和菲罗,苏亚雷斯比肩,作为边风出身的格里兹曼,没有太多花哨动作,没有太多威的突破, 合理,似乎成为他踢球的关键词,就像他的外号格子一样,格里兹曼一直将自己的言行约束在格子里, 当然,广球的男孩也有叛逆的时候,2012年在U21欧青赛与挪威比赛的头一天晚上,格里兹曼经不住诱惑跑去夜店黄欢, 于是被法国足铁在2013年12月31日前,禁止参加任何国家队比赛, 好在经过反思,他再也没有更多的负面新闻,而他的那些夜店完蛋,如今也在足坛, 却不知踪影,格里兹曼和法国队庆祝进球,霸乱几万岁四年前,格里兹曼还身穿着法国11号球衣, 与德国一战之后,作为系甲三大豪门之外联赛进球最多的球员,那时他还在皇家社会, 他却没有为球队做出贡献,年纪轻轻第一次参加大赛的男孩,感受到了什么叫残酷, 两年前,格里兹曼已经是马兴队内的头号射手,法国队的当下球星, 在俱乐部里刚刚经历马德里同城德比,七号之战的洛伴, 在自家门口的欧洲杯,他战役甚浓,甚至没开二度, 终结了法国1958年以来,打赛不赦德国的历史,然而命运再一次玩梦了他, 这一次让心高气傲的格里兹曼冠军孟落空的,还是那个熟悉的七号, C罗,格里兹曼标志性的舞蹈,更有趣的是,当年法国足协的意志开出令, 让格里兹曼在皇家社会大厦四方的时候无法为国家队盯战, 他因为血统关系差点考虑加入葡萄牙国家队,与C罗成为队友, 而看到他在法兰西大球场的吴宇宁烟,人们仿佛想起2004年, 里斯本光明球场C罗的哭泣,遇待王冠,必成其重,命运给了两个七号, 在冥冥之中更好的安排,也难怪欧洲杯后C罗的采访中无意中透露, 他与格里兹曼在麦艾妮度假偶遇,格里兹曼大方的笑着说, 格里斯蒂亚洛,我看你,这似乎又成为足坛命运的传承, 毕竟彼是C罗已经31岁,而格里兹曼也不过25岁, 2018年7月10日,俄罗斯胜彼得保, 2018俄罗斯世界杯半决赛, 法国以比零比利时,今年的俄罗斯,是格里兹曼复仇的良机, 就像2006年齐达内在世界杯赛场上一个个送走自己俱乐部, 老友劳尔,罗马尔多和北戈一样, 格里兹曼领衔的高鲁雄鸡, 送走了大哥西蒙尼的祖国阿根廷, 然后又用一船一舍, 牵手终结了乌拉贵人的晋级之路, 甚至把自己的俱乐部队友, 前好友西蒙尼斯在场上直接大哭, 但是,格里兹曼有很分寸, 在与乌拉贵对比赛中, 格里兹曼进球后不庆祝, 他和上一场对阿根廷比赛后, 采访路后把兰西万岁形成鲜明对比,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, 这是现在足球场上最缺乏的, 格里兹曼一次假摔, 在决赛中, 他依旧是发挥最稳定的那一个, 即使第一个球的确有假摔嫌疑, 但他的光芒又怎能因为一个一次动作抹杀呢? 阳光少年, 总会成长, 毕竟成年人的世界, 有时更看结果, 这大概也是人们认为, 即便法国出现一众天才球员之后, 格里兹曼依然是法国队独一无二的原因, 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